謝謝 各位 現場產假是一個純民生的議題 是完全沒有爭議性 完全是很難得這次是跨黨派 也是僱主和勞工和政府協商之下 是成功協調出一個大家都接受的方案 談了這麼多年 今天來到立法會就是等著成立一個法案委員會 就去商議 接著盡趕希望在今屆的立法會裏面可以通過 否則以後就要由頭來過了下一屆 我們在這裏等 但是內會開了十一次會 都是因為反對派的議員在這裏玩東西 阻礙地球轉 玩弄這個程序 現在還在講規程問題 都還未進入選舉 原本半個小時可以選到內會主席的 十一次會議都選不到 而令到法案委員會開不成 我們眼白白就看著 這些這麼好為及民生 可以幫助到這麼多婦女 這麼多家庭的一個法案 就快流產了 所以今天工聯會提出 希望可以即時進入三讀 又或者局長提出交付事務委員會去討論 我們都支持 我們都希望盡快可以做到 就算不是最理想的方案 我相信大眾市民 都不想見到我們立法會停擺 但是反對派的議員 大家看到他們做些甚麼呢 他們繼續以政治凌駕一切 繼續不顧民生 不顧香港婦女孕婦的福祉 影響幾十萬的家庭 他們都在所不計 就是不擇手段這樣玩留會 點算法定人數走了出去 令到今次留會 跟著不用談 又浪費了我們這麼多的時間 大家看到立法會 現在在他們這樣 玩東西的情形底下 根本沒有辦法運作 我覺得我們全香港市民都要譴責他們 他們必須要向今天所有的孕婦道歉 向我們全港婦女道歉 還回我們所有家庭一個公道 大家不要客氣 大家一起譴責他們